当地时间10月23日凌晨,英国埃塞克斯郡警方在一辆冷冻货柜车的集装箱内发现39具遗体,死者包括31名男性,8名女性。 英媒原因警方消息称,39人均为中国国籍。 事件发生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工作人员紧张驱车赶赴现场和事有关情况。 使馆发言人发表声明称,我们以沉重的心情看到,英国媒体关于埃塞克斯郡发现39人死亡的报道,正与英国警方联系,核实确认相关情况。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发言人也做出表态,称高度关注该案件的报道,已要求比利时警方等相关部门展开全面调查,使馆将密切跟踪案件调查进展情况。 中心网记者第一时间紧急致电外交部全球领保服务应急呼叫中心询问情况,得到答复称,如有亲友,相关人员在英国可联系24小时领保热线寻求帮助。 涉事卡车来自保加利亚,从威尔市入境英国,集装箱来自比利时泽布旅赫港,货柜内的温度或可能低达涉事零下25度。 目前涉案司机25岁的北爱尔兰人罗宾逊已被扣查,英国警方表示还在搜查三处房产。 英首相约翰逊表示感到痛心,承诺会与埃塞克斯警方保持紧密联络。